大家好,我是港馬之王Sarika 10月17號沙田夜賽 整個馬櫃裡面才有幾次全泥夜宴 當然可以錯過 而在八場精彩的泥地賽裡面 我就覺得最值得留意是以下這一場 現在就讓我用這一期最熱的Race Simulator 跟大家率先橫顧一下大局 在第四場五班1650米賽事 有一匹很值得留意的馬 就是第一次降落五班出賽的龍德風雲 他在上季曾經在同一個路程中獲得亞軍 加上排檔有理,我覺得他相當有機會 不知道Race Simulator會怎樣看呢? 面前的賽事資訊 左邊是金牆的排位 右邊是專家預設的分析 包括每匹馬的能力、最佳路程、狀態和預計跑法 2號馬龍德風雲的能力評級38是全場最高 狀態評級B加也是這一組的前列分子 看來龍德風雲增性條件不錯 好,馬上看看 起步之後,龍德風雲大約在第四位左右 位置本來不錯 但第一次轉彎的時候 他內側有右翔,成風破浪頂住他 令他不可以貼著內欄轉彎 結果去到對面直路之後 原本在他後面的福度財星又走上來 搞到他要在外跌望空跑啊 入直路之前 龍德風雲雖然可以穩步上前追貼前領的日月霸王速度快 但由於早段用力多了 加上他本身轉徑比較短 所以入到直路之後 他已經再沒有餘力拋離其他對手了 結果龍德風雲最後不但被後勁凌厲的天堡指揮追過 而且還連一直位置都保不住 最後只是跑第四 至於起步之後 一直在內欄頂住他的成風破浪 最後就跑第六 Race Simulator剛剛用了他的看法 模擬了一次賽事的走勢 而我呢,就有另一個想法 不妨讓大家參考一下 有一個很熟悉長馬的朋友告訴我 龍德風雲不是不好 不過他最後拿到甚麼成績 就好看另外一匹馬 成風破浪的跑法 排第二檔的成風破浪 跑得好的時候 通常都是樓前鬥效 常常在田草千六米採用前領跑法 就大敗而回 經過上次 我估計成風破浪 今次可能會跑回樓前鬥效 馬上再看看吧 起步之後 龍德風雲大約都在第四位左右 不過由於排二檔的成風破浪改變戰略 留守在較後位置 所以龍德風雲第一次轉彎的時候 就已經找到遮擋 之後還很舒服地拍著右贏 留守在二碟的第五位 不單止不用望空跑 而且這麼早被他找到遮擋 不知跑得多舒服 由於早段沒有浪費氣力關係 但是龍德風雲入直路前 已經輕易追過前領的日月霸王和速度快 入到直路之後 他更加一度拋離其他對手 直至衝線之前 連後徑最強的天保之位都追不到 至於改變了跑法的成風破浪 最後也憑後徑跑回直第三 這就是我的心水預測 你都立即登入以下這個網址 又或者透過這個QR Code 免費下載Race Simulator 你已經安裝了? 那現在一於調教一下你的心水數據 讓Race Simulator 幫你預測一個只屬於你的賽果 好了 我們要是要聊天 我們現在這一日 的火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